大家好,我是美味小的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讲的在家做炸鸡柳 准备两块洗干净的鸡脯肉 鸡脯肉有些厚,用刀从中间切开 再这样用刀背在肉上面剁一剁 把肉剁得松散一些,这样会更容易入味 肉处理好后,用刀切成宽窄相同的条 把切好的肉装盆里,准备腌制 切点葱段,生姜片,蒜片,还有洋葱片装盆里面 往里面加入盐,黑胡椒粉 料酒去腥味 加入适量的生抽和少量的水,搅拌均匀 搅匀后,放冰箱里面冷藏腌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后,把腌好的肉夹出来放淀粉碗里面 肉上面裹一层淀粉 再拿出来放在鸡蛋液碗里裹上一层鸡蛋液 最后再放在雪花片碗里均匀的裹上雪花片 就可以下油锅炸了 锅里倒入多一些的油,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一个一个放进去炸 用中火炸 炸的时候要勤翻面 一直炸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控油捞出锅了 好了,咱们这个雪花鸡柳就做好了 做出来色泽金黄酥脆又香又酥又好吃 一点都不比外面卖的差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词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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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吃一口啦 买 vigor 跟于柜 费物 永远 我感觉 很景部分 我看到